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思思闻言 神色惊慌地环顾四周 狗 哪里有狗 沈志义摸得心情大好 浅浅一笑 沈志义 你什么意思啊 你骂谁呢 叶小姐 像来都这么喜欢对号入座的吗 叶思思一愣 回过神来 沈志义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站着傅太太的位置吗 要我没有傅家 你和你那个神经病妈还不知道在哪里讨饭呢 沈志义的脸 沙石沉了下来 她站起来 拿起手边没有喝完的咖啡 猛地朝着叶思思就扑了过去 叶小姐 嘴巴太糟 我帮你洗一洗 叶思思完全没有料到沈志义会有这么一出 叶思思气得跳脚 冲过来就朝沈志义扑了过去 沈志义轻轻一闪 叶思思措手不及 啪的一声跌在了地上 招惹我 你还不够格 沈志义刚刚把车开进车库 打开门从车上下来 电梯直达住的楼层 他输入密码 走进房间 没曾几步 沈志义 沈志义轻轻一把扼住了他纤细的手腕 面色浓烈 沈志义闻言 夏和威台 冷冷地对上了男人的目光 思思 副总 你在自己的妻子面前叫另外一个女人 叫她可真是亲切了 向来是我不犯人 人不犯我 你应该是问我叶思思她做了什么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么有心情吗 思思心地善良 怎么会做善良的事情 沈志义 灿然一笑 我本来还挺同情你的 现在看来呀 真是一个蠢 一个虾 还蛮配的 沈志义 你 我好得很啊 不要你担心 你要是怕你的思思被我欺负的话 那就回去告诉她 以后看见我 记得绕道走 沈志义的声音冷冷的 还有 请你放开我 沈志义还没有反应过来 飞薄的唇就被重重覆上 唇齿相比 沈志义 你疯了吗 沈志义 你疯了吗 你放开我 我要搞你强剑 沈志义不停地挣扎着 沈志义松开她 僧冷一笑 那我倒要看看 整个海城 谁敢接这个案子 沈志义 沈志义 沈志义以为证 凭借富少臣的地位 别说是整个海城 就是全国也不会有人接这个案子的 沈志义 傅少臣 外面排着队等着被你零线的女人 能从城东排到城西了 我都不知道 我的傅太太这么大方 如果我说 这个时候 我只想要傅太太呢 傅少琛 我想婉容 也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冲动吧 果然还是松婉容的名字走向 傅少琛猛地放开了她 眼神灵灵 沈志义 你有什么资格听起她 沈志义浪践了几步 苦涩一笑 是 我没有资格 傅少琛的眼底 烟雾越滚越浓 沈志义 以后你给我安分点 砰的一声 门被重重地关上了 沈志义顿时像是被力气都被抽空 缓缓地蹲下 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膝盖 掐给一个她爱的人 她怎么也觉得不甘心 第二天 沈志义睡得正香 门铃声反复地响起 她不得已只能从被子里爬起来 走到玄关处 她只好按开了楼下的门径 程九丽带着沈乐心进了屋 哎呀 志义呀 你说你的孩子 昨天晚上我打了那么多通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呀 程九丽 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旁边的沈乐心看不下去了 沈志义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们好歹现在法律上也是你嘛 沈志义冷冷一笑 沈乐心 你妈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出卖自己肉体和灵魂破坏别人幸福的人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我妈 我的亲生母亲还不知道被你们藏在哪呢 乐心 志义好歹是你姐呢 怎么用这种态度和你姐说话呀 道歉 沈乐心一向对程景丽唯命是从 姐 对不起 沈志义冷冷地站在那 程景丽 有什么事情麻烦你直说 我很忙 没有显功夫陪你们演戏 执意 你也知道的 你妈这个病耗钱得很 家里最近有点紧张 沈志义咬了咬唇 让我敬我妈 程景丽可是精明得很呢 徐慧如是她手上的筹码 怎么可能会轻易交出来 沈志义 不是我不让你见你妈 你妈最近正在一个疗程之中 你再等等 等你妈稳定了 我肯定带你去见她 沈志义心有不甘 可又没有办法 挑多少 八百万 怎么会这么多 沈志义现在抱着 傅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当年的彩礼节 你们要了多少 你们心里有数 程景丽 干干地笑了一声 又催着几番威胁 我们这也是全力的 在治疗慧如 你说你这个当女儿的 也总得出份力吧 反正呢 你看着办吧 什么时候要 沈志义咬着牙 当然越快越好了 程景丽得意一笑 谢谢志义了 我和乐心先回去了 妈 不还有件事吗 对了 你呢 在少城公司 帮乐心安排一份工作 说要当什么总裁秘书 沈乐心面上又红 我 我也是想着 能在警妇身边 多学点东西 沈志义吃笑了一声 脸色一沉 说完了吗 程景丽 现主要的目的已经达成 好了 志义 乐心这件事情啊 你放在心上就行啊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志义在沙发上 哭恼了半天 还是决定 给傅少臣打个电话 听筒里的盲音 持续响了一段时间 快要挂断时才被揭起 志义 少臣现在在洗澡呢 有什么事情吗 我帮你转达 这道声音 沈志义再熟悉不过了 除了苏婉容 别无他人有这样的技巧 苏婉容 不用麻烦了 还有 劳烦你照顾少臣了 怎么能说是麻烦呢 志义 当时委屈你了 一直也护我和少臣 我这两天刚从欧洲 做完检查回来 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沈志义 唱起了一抹苍白的笑 不用了 我自尽挺忙的 志义 再忙也要吃饭啊 上学那会儿 你就是他睡不着早餐 才落下了胃病 苏婉容 我们没那么熟 我也不需要你的关心 沈志义挂了电话 闭上眼睛 心绪刚刚稳定 握在手里的手机 就震了起来 他看了眼电话号码 接了起来 你还有什么想炫耀的 炫耀 傅少称皱着眉头 王阳说你刚才的电话给我 有什么 万千的花 耿在沈志义的喉咙 一株唇角的是一抹苦笑 你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谈谈 正好 王阳说好像没钱了 他想见你一起吃个饭 定着我当时 我发到你的手机上 好